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很久沒煲粥了 看片段都看到柴魚花生咸豬骨粥 這次煲粥加多了特定材料 現在先賣個關子 說明柴魚和花生 都是一般雜貨店可以買到的 柴魚都要乾身 拿上手聞一下,有魚的香味 這些柴魚為之好 還有色澤也會看到 有些暗的柴點,不是很漂亮的柴魚 這些柴魚回來也是很簡單的 簡單到怎樣呢? 先開火 先開火 燒液直白鑊 然後放進去 我們又烘一烘 這個步驟很少有人說 為什麼呢? 好像我煲粥魚湯一樣 好像我做大地魚一樣 為什麼要烘一烘呢? 就是讓柴魚發揮一些香味出來 烘到什麼時候 有些香味會出 就可以了 大家不要害我 找個夾子 烘到怎樣為之可以 微微有些燒香 其實你會聞到柴魚的香味 我自己對柴魚花張粥很懷念 因為我小時候 在聖荷捷径村的木屋長大 很多商人都會帶些東西 到處跑去賣 其中一個就是柴魚花張粥 我們小時候都沒什麼東西吃 有這些 摸上來賣我們就很開心 還有一個賣魚蛋 不知道網友街坊還記不記得 那個魚蛋佬 每天都要三個小時 每天都要三個小時 每天都要到處賣魚蛋 烘到現在就差不多了 烘到微微有香味 現在我們就好簡單 我們稍微沖一下沖水 然後用水浸回去 這樣就可以了 柴魚浸之際 我們就拿一些花生出來 其實花生是要先處理 特別是家裡有老人家有獎者 我建議大家隔夜就做了這個步驟 花生約150克 我們就洗乾淨 花生洗乾淨之後 隨即倒一些大滾水 浸一浸 用水浸泡 用水浸泡的目的 都是希望花生的皮 有些不好的味道 還有有些顏色 我們就浸一浸出來 約五分鐘左右 就可以拿去沖水 花生沖乾淨水 我們就隨即把沖水 放到沖水 放到沖水 有得沖著花生 要沖20分鐘 也不要緊 緊記 我們一定要熱水 熱水沖沖的花生 才會容易軟 然後我們就拿一些米出來 普通的泰國絲苗米 我們這次又是放一碗 我們就洗乾淨 洗兩次 用適量水浸回去 一定要浸過面 我們要放三分一茶匙鹽 加一湯匙油 加一湯匙油 我們就隨即攪拌均勻 那些米 都要浸三十分鐘過外 才能發揮浸米的威力 最好浸到一兩小時 接著就拿出咸豬骨 咸豬骨怎麼處理呢? 我們很簡單 在新鮮豬肉店買了些豬骨 不用洗 用兩茶匙醃 然後放在冰箱裡的冰箱 我們在弄之前 一晚就拿出來攪拌 現在攪拌得鬆 然後用水洗三四次 我們就隨即用來清洗 清洗兩個目的 第一,把多餘的鹽味 清洗出來 第二,將它清潔乾淨 因為它有鹽醃過 但肉的鹽味已經進去 我們就洗三四次 鹽豬骨洗乾淨 我們將它清水 我們就隨即 準備少少凍水 開火 然後我們把鹽豬骨放進去 凍水 將它飛一飛水 排骨水 在冰箱裡 找到物資 這是什麼來的呢 剛才也有說 賣的關子就是這個 賣完關子就忘了拿出來 石頭那怎麼辦呢 沖一沖水 新鮮腐竹 有時候煮粥 我們把腐竹放進去 煮出來 會更加綿滑 沖到軟身後 輕輕改了 就可以了 如果你預先拿出來 輕輕沖沖水 然後切開一條條 然後切開一條條 如果你這次好像我放這麼多腐竹 水的比例 我們就多一點點 鹽豬骨飛好水之後 隨即將它沖水 將所有的鹹味 泡沫清洗乾淨 鹽豬骨沖洗乾淨後備用 然後拿出鍋 整體水的份量約三公升 因為花生那邊有水 浸在那裡有水 柴魚都有水 我這裏約兩公升左右就夠了 再多一杯 第二杯 隨即就二話不說 開火先 把水煮滾 水煮滾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先把一半腐竹放進去 如果喜歡吃腐竹 可以遲些放進去 這些腐竹會煮得會融化 所有東西在煮當中 現在就看看茶魚 浸了一段日子 浸到軟身 然後把水煮滾過程 輕輕地把它切開 就可以了 切薄條 輕輕地切開 也可以用推刀的形式 這些柴魚很容易切的 這些柴魚 切好了 隨即放進水裡 浸泡 水不要倒進去 當腐竹的水滾起 之後 把米放進去 隨即 把米放進去 不停攪拌 讓它滾起 不停攪拌 攪拌到水再滾起 如果米有一個翻腾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煮粥 很多時候貼底 就是開頭的時間 放了米 你沒有動 有些滾了底 就滾不起來了 當米滾起後 隨即倒進去 花生 這段時間 連花生水一起倒進去 放進去 所有材料 都要等它滾起 煮粥 有句說話叫做 明火靚粥 明火靚粥 明火的意思 我們都要保持火 要夠 煮到米有個動動 為師煮到靚粥 當然 如果在外面做粥 那些粥 最少都要煮三個小時 在家裡煮這些 住家粥 這個粥煮一個小時 就可以了 為何外面的粥要煮這麼久 它要綿滑 放進去的腐粥 差不多煮爛了 這段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中火 煮三十分鐘 正在煮之際 再和大家再說幾句 煮粥 水的比例 之前一兩集已經說過 我們很視乎自己的口味 當日想吃稀粥 或者稀粥 這個介乎 適中 煮粥的器皿 都會有影響 如果用康寧煮 我建議大家多加一點水 因為康寧煮 受熱很快 蒸發很快 用不鏽鋼煮的也是 多加一點水 如果用啞煮煮 水分就不用太高 保持小火 現在煮了三十分鐘 我們先看看 什麼模樣 這三十分鐘 我每隔十分鐘都會出來攪拌 比較近的鏡頭 大家看看 三十分鐘 米已經全開了 這段時間 我們把茶魚和茶魚水倒進去 剩下的腐竹 這段時間就放進去 喜歡有少少腐竹咬口 這段時間 我們都要等它再度滾起 然後收小火 再煮多三十分鐘 我之前煮過兩三個竹 很多網友都會留言 其中一個留言 很多人都會問 星星 我用不鏽鋼煮 煮焦竹 黏底 有什麼方法 怎樣洗呢 都很難洗 大家不需要急著去洗 也不需要浸 我們把整個鍋放進去 整個鍋裡 放在爐面上 用最小的火 慢慢燙 燙它多久 燙它幾個小時 燙它的目的 是讓它黏底的 形成一塊焦 慢慢燙 燙它會慢慢 成塊餅乾 然後再清洗 以下黏著鍋底的漬 看看它是什麼鍋 如果是梯煮的 就用潔魚糧 如果是不鏽鋼煮 就用醋 檸檬汁 梳打 洗一下 就可以了 保持小火 煮多了十五分鐘 全程煮了四十五分鐘 已經完成了 煮四十五分鐘 已經完成了 就可以了 現在可以關火 調味 試味後 放三分一茶匙鹽 就可以了 整體的粥要夠鹹 才好吃 取決 鹽的味道 就是 看看有沒有肉食 譬如今次有鹹豬瓜 柴魚 也有鹹味鮮味 再加一點鹽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殺手鑑 再澄清 私房材料 剛才說一句 不知道出不出界 什麼來的? 大地魚粉 這些沒什麼人說 我先跟大家說 這個 加一茶匙大地魚粉 將整個柴魚花生粥的味道 昇華不少 好 攪拌均勻 所有味道就可以了 如果想吃軟一點 豬骨 軟一點 花生的 現在可以蓋上去 蓋上去一個小時 就更加理想 現在就拔在碗 給大家看看 這樣 攪拌了一個小時 就冷了 夏天 暖暖地吃 如果想吃熱 就蒸一蒸 拔一碗出來 好 不介意花生 硬硬的 現在吃 就相當不錯 為什麼走樓的花生 會弄得這麼軟呢? 我們有珍貴的 花生 蒸了兩個小時 然後在蒸櫃裡 就放過東西 第二回來 再蒸一蒸 怎麼會不軟呢? 豬骨 放在面上 吃的時候 有時候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生菜絲 今天沒有什麼裝飾 這張照片影響影片的流量 希望大家踴躍去分享 喜歡吃豬骨粥的網友 給我個LIKE 我星星 喜歡吃柴魚的網友 訂閱職人吹水的頻道 如果喜歡吃隔夜粥呢 夜粥的網友 麻煩你 加入我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今天的分享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